中的Po朝廷制作工作公司亏损了两年 不仅遣散大部分香港员工 而且把公司基地移到北京 身为妹妹的婷婷竟然表示不知情 我不太清楚 但是她自己公司的事 不会主动跟我们讨论 那她开始有那个Grand Open的时候 我跟爸爸妈妈去的时候 是我第一次知道她有这样的公司 那她好像已经开了八年了 所以我真的不太清楚她自己的事 看来婷峰做事真的很低调 也不会跟家人谈及自己生意 而婷婷表示 自己平常不会刻意去问哥哥的事 她说一家人见面只谈风花雪月 我知道大家会觉得很奇怪 但是因为我们真的没有这个习惯 见到的时候 如果她自己主动跟我说 我当然会听 我当然会给我自己的意见 但是平时她都不会跟我说 她公司的事 也不是指不开心的事 有时候开心的事也不会说 最近说的最多就是主菜 做蛋糕做饼干那个 她的爱好 但是其他就没有太多说 谈到婷婷的哥哥 谢婷峰的PO朝廷制作工作公司 亏损了两年 不仅选择大部分香港员工 而且把公司基地移到北京 身为妹妹的婷婷 竟然表示不知情 我不太清楚 但是她自己公司的事 不会主动跟我们讨论 那她开始有那个 Grand Open的时候 我跟爸爸妈妈去的时候 是我第一次知道 她有这样的公司 那她好像已经开了八年了 所以我真的不太清楚 她自己的事 看来婷峰做事真的很低调 也不会跟家人谈及自己生意 而婷婷表示 自己平常不会刻意去问哥哥的事 她说一家人见面 只谈风花雪月 我知道大家会觉得很奇怪 但是因为我们真的没有这个习惯 见到的时候 如果她自己主动跟我说 我当然会听 我当然会给我自己的意见 但是平时她都不会跟我说 她公司的事 也不是指不开心的事 有时候开心的事 也不会说 最近说的最多就是主菜 做蛋糕 做饼干 那个 她的爱好 但是其他就 没有太多说 就好 你怎么会找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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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说